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SAM8 Server 那SAM8 Server其實如果各位有用過這個微軟底下的這個網路方鈴 或者以現在來講應該叫網路磁鐵機 那透過網路磁鐵機的方式呢可以把區網內的這個其他人的電腦上面分享的這個檔案目錄呢 分享到連結到自己的電腦上 那在Linux底下也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透過網路環境裡面去把別人的電腦連結過來 所以透過這個網路連結把這個資料做存取的動作 包含這個文件資料啊,影音啊,圖像這些分享過來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呢,他必須要使用專用的伺服器來分享 那這種我們稱之為檔案伺服器,Fire Server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樣的一個要求底下 在Linux呢,他是用NIS就可以去做了 因為Linux 一樣的座位系統,他有一個NIS系統,比較方便去分享 可是呢,假設你在這個區網內 你全部都是用Windows的時候 那大家都是用這個 網路方鈴,比較方便 你只要 打對方的IP 然後呢這個 選擇資料夾,那你就可以去分享 當然對方如果有設定密碼的話 你也要知道密碼才可以進去 好,那 萬一呢 在你的環境裡面 不只是只有Windows,還有Linux 那怎麼樣Linux跟Windows要彼此能夠溝通 好,那這時候就可以透過Samba Server來 做到這樣的一個要求 那在 這樣的環境底下 這個Windows大概不太需要什麼其他的操作 那要設定的大概就是Linux的一個環境 所以 在安裝Samba Server的時候,各位看這兩指令 就 Sudo 然後呢 DNF Install Samba 這是他主要程式的部分 然後這是Client端 就是連別人的時候去用的Client 那再來Samba Command是有一些 超指令 可以在這邊工具可以去用 然後這是網路磁碟的這個 連線工具 好,那什麼叫SMB呢 SMB就是 伺服器 訊息區域 Server Message Block 簡稱SMB 好,所以他是 網路檔案分享系統 也稱之為CIFS 那主要的作用是讓網路上的用戶呢 可以共享資料 共享檔案 然後設備 包括這個印表機這些 這個主要呢是安裝在Microsoft的系統上 主要是安裝在Microsoft的系統裡面 好,那透過Samba的話呢 他可以讓這個UNIX 我們只要做UNIX-like的這個作業系統呢 可以去跟Microsoft的作業系統做溝通 所以呢來看一下 Samba 常用的這個應用呢有這些 包含分享檔案啊 或者是這個印表機服務 好,那使用者呢 這個登入Samba 主機的時候呢要做身份認證 好,那 可以去做到這個使用者的這個管控 那Windows網路上的這個 使用的通訊協定是NetBIOS 好,所以呢他也要去能夠 解析 這個 微軟底下的NetBIOS 所提供的名字 所以要能夠去溝通 跨不同的這個通訊協定能 然後進行溝通 這是Samba主要的任務 然後呢他可以分享一些裝置 比如說 ZIP 是 早期的一個 壓縮器 壓縮 硬體 那再來呢 CD-ROM呢 這是 這個光碟機的部分 好,那在Samba裡面呢 他使用的是DEMON 那 最主要呢是取得 這個對方主機的NetBIOS的名字 那抓到這個資料之後才可以定位 這個主機在哪裡 然後利用對方所提供的這個權限呢 來取用這些資源 那在Samba裡面 分兩個DEMON 一個是這個NAM NMBD NMBD 然後一個SMBD 好,那NMBD呢 是用來管理群組的 好,那包含這個NetBIOS名字的這個解析 好,那用的是UDP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他必須要開 137跟13POR 來 這個提供服務 那SMBD呢 主要呢是 用來管理Samba 主要的這個目錄還有檔案印表機這些 他是管理用的 所以他用的是呢 TCP來針對通訊POR139呢進行聯繫 所以各位在使用的時候呢 這個要加入這個Samba的服務 讓他把相對應的POR打開 好,那有 如果有人對DEMON不太清楚的話 這邊有一個解釋啊 就是DEMON呢他其實是一個在背景執行的一個程式 那他一直在那邊 Watch 請聽 如果說有人提出服務的時候他可以 做對應的這個服務 所以他是一個 在背景執行的一個程式 OK 好,所以他可以接受來自Client端的要求 然後呢進行這個 相對應的這個工作服務 好,那Samba的一些基本設定我們來看一下 他 所需要的軟體呢 有Samba Samba Client跟Samba Command 好,那Samba的部分呢他是用來做 剛剛提到的這個各項的服務 包含文件管理啊 檔案分享這一些 那Client的話就是 Linux跟Samba Client 在連線的時候所需要的工具指令都在這裡面 比如說你要掛載這個Samba的檔案的時候必須要用這個mount.ci FS這個指令 但是我們在用的時候我們後面會看到 一些 實際操作上的一個介紹 好,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取得這個網路方鈴的這個樹狀結構圖 比如說用SmbTree SmbTree就可以去取得 那除此之外呢 你如果說要用這個 修改這個config檔 那修改完之後呢 你在套用的時候呢 如果你怕他出錯 你可以先用這個 有一個叫做 TestParam的這個指令 透過這個指令呢 可以預先檢查你的這個 設定檔修改的有沒有錯誤 比如說你打觸置 比如說你 設定法用錯 他會先檢查 那有錯他會先改 不是直接套用 所以呢如果說你怕這個修改的過程 也許有些地方漏了 你不確定 那你可以先用這個 檢查一下 那既然他提供這個工具 我建議各位呢 在每次修改 command檔之後 config檔之後呢 我先用這個測試一下 沒問題再去restart servic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設定檔 他的設定檔在ETC底下的Samba ETC底下的Samba 然後裡面有個 SMB.config檔 好那他是主要的設定檔 那裡面分幾個區段 各位可以 等一下我們會有例子 讓各位看 就是 他裡面有一些伺服器相關 設定的部分呢 都定義在global裡面 那其他的像你要分享的呢 就直接 再重新定義其他區段 針對你的需求去定義新的區段 把你要分享的名字啊 全線啊 都做一些 宣告 在那個 設定檔裡面 好那這個伺服器的功能主要是放在 程式碼的 程式執行的部分呢 是放在 USR 底下的Sbin 底下有兩個 SMBD跟NMBD 好那他主要是伺服器的功能 專門做全線的管理 跟這個NetBIOS的查詢 這是這兩個 程式的部分 再來呢 在 USR BIN底下呢 有一個 TDB Dump 跟TDB Tool 這兩個呢 是 做帳號管理的 帳號密碼的管理 所以透過帳號密碼的管理呢 可以 讓這個 你分享出去的時候 別人要登入 好那你就 可以去管控他 是哪個使用者可以使用我的資料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你的 這個分享的空間在使用上呢會比較有保障 不會說隨隨便便的人呢都可以去取用他 這樣就不太好 好然後呢 他是透過資料庫的方式在管理這些使用者 所以 他有一些資料庫的控制指令 來處理他 那你也可以透過TDB Dump的這個指令呢來查看資料庫的內容 以及呢你透過TDB tool呢 可以操作一些 這個 來查找這個 操作資料庫的這個相關的指令 那還有參數 因為你要做帳號密碼的修改的話 要怎麼樣透過這些指令來進行 操作 好那除此之外呢 在USRBIN底下呢有一個 SMB status 去 查看目前伺服器的狀態 那也列出呢 Samba目前的連線情況 然後讓這個 你在管理伺服器的時候 比較清楚 Samba目前運行的情況 那除此之外呢在USR 底下的BRN 那底下有SMB Password跟 PDB Edit的部分 那來管理使用者的密碼 那還有一些新增使用者刪除使用者的這些指令 是用PDB Edit的方式來做管理 所以大概 各位可以看到軟體裡面 它的這個 分佈的情況 再來呢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TestParameter TestParameter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config的 config檔呢做了修改 那修改完之後呢 你不確定你改的部分有沒有錯 那你為了避免這樣的困擾呢 你可以先用它來做前期測試 它檢查完沒問題之後你套用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再來另外一個是Sbin底下有一個mount.cifs 這個作用呢是用來掛載 掛載這個網路磁碟機 把它掛載進來的 所以它必須要搭配一個指令叫做mount 這個呢是掛載 遠地端的主機到我的目錄底下 把別人機器上面的某一個目錄他有分享出來 前提是對方有分享 所以我去掛載一個 別人他有分享出來的目錄到我的主機上 那我就是用mount 這個指令來做 好那再來就是 這個SMB Client 這個我們要去 mount別人的 這個 目錄到我們的主機來之前 我總是要先知道 對方到底分享了什麼樣的一個區域名字叫什麼 我要先知道嘛 那我這時候就可以用 這個SMB Client去查找那台主機 上面有分享了哪些東西 然後呢我知道名字之後 我才可以用剛剛我們講的mount指令去把它掛載回來 OK 那同時他也可以 查看自己的SMB上面的設定是否有成功 好那 講這麼多之後呢 我們大概對於這個 Samba的一些檔案 還有這個相關的指令功能呢 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 Samba裡面的設定有哪一些 那針對 伺服器整體設置 設置的部分呢 他是有一個 這個global的這個區段 好那他要設定 工作群組的名字 NetBIOS的主機名 還有這個什麼 這個密碼使用的這個情況 再來呢 你要先規劃好 你要分享的目錄參數是什麼 比如說你要 告訴人家 你分享的目錄名字是什麼 然後呢 他對應到的路徑是在哪裡 或者是你要分享的是裝置 那 也是要做一些定義 除此之外呢 你要建立 相對應的這個檔案系統 比如說 這個 你要 分享一個目錄 那你既然設定好之後 那你要去把那個目錄建起來 把你要的 要分享出去的東西 放在這個目錄底下 所以只要有其他人來掛載我 分享的這個目錄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裡面的 目錄裡面的東西 好 那除此之外呢要建立 屬於Samba的這些帳號 這邊跟各位再說明一下 我們等一下在練習的時候呢 會建立一些使用者 實體的這個帳號 實體的帳號 那建立完這些實體帳號之後呢 你必須要用 PDB Edit的方式來建立 這些使用者的另外一組密碼 所以等一下會有兩組密碼 一個是 你用SSH登入 主機在用的時候的密碼 這是給 這個你在操作 你的伺服器的時候使用的一個 密碼 但是呢另外一個Samba在用的時候 PDB Edit來建構另外一個密碼 那這組密碼呢是 你在 在 別人在掛載你的這個目錄的時候 他要輸入的密碼 比如說我有一個帳號叫Jack 好 那這個Jack呢 我分享出去之後呢 那我從別台主機要 回來掛載Jack的 分享的這個目錄的話 分享Jack掛載的目錄的話 那我就是要輸入Jack的這個密碼 OK好所以這是 說明一下 再來呢 啟動服務的部分呢 在Samba裡面它啟動的服務有兩個 一個是 Smbd另外一個是Nmvd 這兩個 好那剛剛提到的這個SambaConfig檔裡面 它的註解符號是用緊字號或者分號 這兩個都是可以拿來當註解 好那在設定 設定檔裡面 大小寫是沒有差別 因為 在微軟裡面它也是不分大小寫 所以我們Linux裡面 它都是重視大小寫 大小寫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為了要跟Windows溝通 所以它也是 按照Windows底下的規則 就是大小寫是 視為同一個字 不是 不是像在Linux底下是 有區分的 好那 因為我們是用虛擬機來玩 所以 各位看到有兩張網卡 那比如說你在你的 這個環境裡面 你架了三台虛擬機 那三台虛擬機彼此要溝通 所以呢 我們都會有第二張網卡 第二張網卡 那第二張網卡的部分呢 你會看到 那個IP都不一樣 IP都不一樣 可是這三張 這三 三台虛擬機 那你 分別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Ethernet0 都是長同一個IP 都是同一個 因為它是虛擬機對外連 可是呢你這三台彼此之間要連呢 那你就用一個 這個 另外一張網卡 來連它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虛擬機 好那我們之前有講過啦 虛擬機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有建立一個 preference 那裡面network的部分 我們有建立一個網段 比如說 10.20 好那它跑的是 NAT 對 NAT的網路 所以呢我們在 假設我有三 三個這個虛擬機的話 比如說這一台 好那我在 設定網卡的時候呢 我們除了 我們除了第一張是對外連用 NAT 第二張呢我們叫 NAT Network 而且我們要去選名字 叫做我們剛剛設定的那個 10.20.18 這個 好那這是 其中一台主機對不對 對 這一台主機 另外一台主機呢 我們也是要去設定 它的network 底下第一張網卡也是net沒有關係 但是第二張的部分我們就是要設定成什麼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10.20.18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的這個 Sandos 8 跟Carly2呢 他就彼此可以認識 好那如果有第三台 假設我在這邊 他沒有要對外連 他就只有透過什麼 去跟他 跟其他的兩台主機連而已 那我們就是有這個 這個 NAT Network 而且是選我們所定義的那個網段 那這樣子彼此三台都可以去 互相看得到 所以我的metasploit 再來是Sandos跟Carly 這三台呢就彼此看得到 那看得到的原因就是我們剛剛所呈現的這個 兩張網卡的原因 因為第一張是對外連的 那第二張呢 這個是 虛擬機彼此之間互相看得到的 所以 就用這個網段 除了剛剛介紹的之外呢 還有一個security設定的部分 那他的選項有 三選一啦 第一個是share 就是分享 純分享那裡面也沒有什麼 不需要設定密碼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抓 這樣其實是 沒有安全性 很危險 因為你的伺服器很有可能被灌爆 因為你不設密碼 大家可以把資料傳上去 假設有人對你懷恨在心的話 他就抓一堆東西 往你的設備 倒進去的話 那很可能你的 硬碟空間就被 灌滿了 好 那你也可以設定成user 就是透過伺服器本身的這個密碼資料庫 來管理哪一些人呢 是可以進來哪一些人沒有密碼 所以不能進入 這樣安全性會比較高 那另外一個呢 是用domain的方式 在 同一個這個網域底下 好那 要使用是外部伺服器的 密碼 好那 這個 除此之外呢 你還必須要提供 unpassword server等於IP 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你是要用哪一台主機 來做你的密碼管理 那這個IP就是管理密碼的那個 主機的IP 好那你要做對應的設定 才可以達到你要的需求 有別台主機來認證我這台 這個 機器上所要分享的 這個空間呢 是不是 你的這個使用者是不是合法 再來呢 encrypt password的部分 設定成yes 代表你要對密碼做加密 好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前面是encrypt password 好這邊有這個s 不要忘了 好再來呢 pastdb backend 資料庫的格式 好那基本上就用預設紙就好了 好那預設紙的格式呢 是這個 Tdb SAM 這樣的一個格式 好然後呢 檔案是放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一個 設定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分享支援的一些相關 參數的設定 好那你要分享的部分呢 你就是用一個中括號 然後裡面打這個分享的名稱 然後接下來就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好那 中括號裡面呢 這就是一個代號啦 好然後呢這個comment的就是說 你要顯示這個目錄的說明 再來這個是 paste 實際上 你的目錄是建在哪裡 你要告訴他 那除此之外呢 你要不要提供這個 blastable blastable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 裡面有這個writeable 就是 是不是可以讓他寫入 那這個blastable 是要讓使用者能不能看到 這個 項目 就是 人家在查詢的時候 我要查你這台主機有分享哪一些 目錄 哪些資源 那你如果blastable設定成yes的話 那別人就會看得到 那如果是no的話 他在瀏覽的時候是看不到 但是 這個 透過 人跟人的溝通 我知道你有這樣一個名字的這個資料夾 我還是可以掛載 好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writeable 就是 是否可以寫入啦 那相對應有另外一個叫read only的設定 這兩個呢 是 各位從這邊想應該就覺得他是兩個互相 相反的一個設定 比如說 writeable就是可以寫入嘛 那read only就是只能讀不能寫 所以你不可能這兩個同時設定yes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我可以寫入然後 另外一方面又設定他是只能為讀 這是不可能的 好可是如果你兩個都寫 都寫 設定成yes會怎麼樣 那他就是從這個 最後一次設定為主 比如說你先設writeableyes 然後再來設定read only yes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個分享目錄會怎麼樣 就是read only 就只能read only 因為 這個read only是在後面 所以最後套用的為主 這樣 好再來create mode呢 就是 這個 我 我去掛載別人的資料夾到我的 主機來 那 我可不可以去建立 資料夾 可不可以在分享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再見資料夾可不可以 這是設定這樣的一個權限 好那 再來就是write list 就是哪一些人呢 可以進入 這些資源裡面 進行這個寫入的動作 然後呢 他用的是使用者或者是 add群組 你如果說寫使用者帳號的話 那就只有那個帳號的人 可以做寫入的動作 可是呢 有些時候我們是 專案分享啊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寫上去嘛 所以我就用這個 add群組的方式 來設定 只要是屬於這個群組的人 都可以有 存取的權限 好那這樣子呢 設定上會比較有彈性 而且比較簡單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範例啦 這個模擬範例呢 是我們要透過security的層級 是用到user 就是你要有 帳號密碼的人才可以用 然後呢我們要用的是 TDB的資料格式 然後呢密碼呢必須要加密 好那每一個 可以使用samba的使用者呢 必須 擁有自己的加目錄 OK 好那舉例來講我們設定三個帳號 Kevin Janny 然後呢 David 然後呢我們把這三位呢 都加入users的這樣的一個 次群組 好那這三個帳號呢 Linux的密碼 我們 這邊 隨便 亂打一個 好那 Samba的登錄呢 也是 為了測試所以隨便亂打一個 分享 這個 目錄的話 他名稱呢 我們把它取成 H304 使用者呢 他可以使用的是這個 這個project是我們定義的名字 這個目錄 那 支援 支援 名稱 這個 這邊打錯 這個應該叫project 因為我分享出去是project 分享出去的名字 讓大家看到的是project這樣的一個 所以大家瀏覽到project那我就可以看到 但是我的檔案呢 我的分享目錄是在寫線home底下的project這個目錄 好然後 這些只要是屬於users群組裡面的人都可以去取用 都可以去取用這個 這個project的支援 好所以來看一下 這個 你切換到這個 ETC底下 這Samba 然後裡面呢有這個檔 SMB.config 然後你點開 就可以看到這個 所以我們來 sudo vim ETC底下的Samba 底下的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global對不對 global 那我們的workgroup呢是H304 那security是user 好那 PSSDB Backend呢是用這個資料庫 然後serverstream呢是用來顯示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serverstream的作用是要來說明 這個讓 這個別人看到這台主機的時候知道這台主機在 主要的服務 是做什麼可以這樣子去寫 然後呢有一個net bias的名字 那 在群 在群組裡面 你不同的機器呢 名字要設定成不一樣的 這樣子才能夠做區別 然後 這個微軟的 作業系統呢在看你的時候也才可以知道說你的名字是什麼 好那再來就是 顯示的字 然後在doss底下 顯示的字 我們叫bigfire 在台灣的話是繁體中文用的是大5 bigfire 好那他對應他的這個格式叫做CP950 CP950 這是 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global的設定 就是這些 包括這個名字 net bias的名字 然後呢這邊 相關的設定 LOG 如果說你開起來你沒有LOG的這個設定的話 可以自己去加 在var底下LOG 然後samba LOG 點百分比m 好那maxima LOG size呢是50 那超過的話他就會把erase掉 好然後再來就是分享的名稱 然後比如說你這個 原本他預設就有homes的這樣的一個名稱在這邊 好那他有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好那你也可以分享給其他人去使用 你可以去告訴人家說 這個 他的 你這個project呢 你的實際路徑在這裡 然後呢 browsable 是的別人可以瀏覽 好那可不可以寫入呢 是的可以寫入 所以是writable等於yes 然後whitelist write writelist呢 是addusers 就是 只要是屬於 add後面是群組名 所以在users這個群組裡面的人 都可以寫入 ok 好那上面還有一些其他的設定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掛載之後呢是可以讀寫的 那如果說你要建立新的檔案的話 檔案建立完他的權限是664啦 那664的意思就是 擁有者可以怎麼樣 可以讀可以 寫 可以讀可以寫 群組的人也是可以讀可以寫 然後再來其他人就只能讀 他目錄的部分呢是775 ok 剛剛有設定一個project的這個目錄 那 那 各位呢 就要到home底下 去建立一個project的目錄 那建立這個目錄之後呢 你要把他的 群組 我們在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建立好project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是owner對不對 owner是root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group group我們希望把它 分配給這個users這個群組 所以呢我們就sudo change grouper 改變他的grouper呢 變成users 然後針對是home底下的project 所以設定完之後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因為 他是要共享 群組 共享這個目錄給群組裡面的人 所以他全線設定是2770 好 所以他是含有特殊 標籤的一個群組設定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邊我們一般來講就是 rwx 但是呢因為他是要讓人家可以分享的 所以就變成是rws rws 小寫的s 針對project的部分 所以這個呢就是可以分享出去 好那接下來就牽扯到 帳號密碼的問題了 那帳號密碼的部分呢 我們剛有提過 提到就是 我們要建立三位使用者 然後分別給他 設定程式linux底下的實體使用者 那另外呢在 Samba裡面又給他另外一組 密碼 所以每一個使用者都會有兩組密碼 一個是在linux上用 一個是在Samba上用 好所以在linux裡面 XID跟groupID呢是 有相對應的關係 他會記錄在ETC底下的password 然後呢透過nis跟 這個 LDAP的方式來做取用 好所以在Samba裡面 他也有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去 去做 一般來講如果你要新增一個群組 在系統裡面沒有的話 就是sudo 然後呢group add 某個名字 但是users這個 這個群組呢是本來就預設有的 所以你 下這個指令group add的時候他告訴你說 users這個group已經有了 好所以那你要看看說那到底有哪一些人呢 到底有哪一些人已經是屬於這個群組的 那你可以用這個 那你可以用這個指令 sudo get entity 好 抓抓抓看裡面有哪一些人 grouper 哪一個grouper users這個 那他就會列示出來有誰已經是屬於這個grouper 好那我們另外 建三個使用者 users add 然後呢一個叫Kevin 一個叫Janny 一個叫David 好那這三個 減大g就代表說他的次群組 這個帳號的次群組 好次群組會是這個users 好那各位會覺得說 次群組那代表有 主群組了 有吼這個每個帳號在建立的時候除了這個名字帳號之外還有另外一個 主群組的名字跟他帳號一模一樣 OK所以他每一個人呢 每個帳號可以分屬很多 好隸屬於很多grouper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次群組 是users 這樣子 好那這三位加好之後 有沒有密碼 沒有 好 那因為他次群組已經加進去了 所以我們剛剛可以用sudo get entity的方式來取的grouper裡面的成員有哪一些 那你會發現剛剛的這樣的動作把Kevin Janny跟David也納進來了 所以目前這個 users這個群組裡面有四位 OK 好那我們剛剛講說這三位在建立帳號的時候只是建帳號沒有加密碼 沒有 所以你可以用這麼做 當然你也可以說sudo password 針對某一個使用者 Enter下去 Key密碼這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種做法呢是這樣子sudo echo 這個是密碼 好那密碼的部分把echo出去 echo出去的時候由誰來接就由後面 這個有一條直線有沒有 直線後面這個 passwall -stdin 就是把這個 收到之後呢丟給什麼 Kevin 因為他是passwall來做處理 所以針對Kevin 然後密碼是這個 把他設定給他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他會 設定完成 好那如果你不是這樣子 你是打sudo password 然後Kevin的話 那你就要打兩次密碼 你確認你的確是要去改他 再來呢 齁 其他的使用者做同樣的事情 你可以去 把密碼設定給其他兩位這樣 好那這邊就用這個 鳥哥的 這個介紹齁 來 說明一下 pd b edit的這個 操作齁 那我們有講過 在samba裡面 帳號密碼的管理呢 他是用資料庫的方式來管 所以工具呢 指定是用這個pdb adit的方式來做管理 好那減大寫L 減大寫L 就是 列出目前資料庫當中的帳號 還有一些相關的Use ID的資訊 減大L 好那減V的部分呢要搭配 減大L 來列出更多資訊 包含加目錄的資訊 好那加W呢 是一樣跟減大L做搭配 可以用舊版的方式來顯示 這個password的相關訊息 好那減A呢是append 新增一個使用者 那可以 這個 使用samba帳號的人 把它加進來 那減R呢是代表去修改 修改這個 帳號 已經是屬於samba裡面的帳號的這個人 他的相關參數要去修改他 那減X呢 X的部分呢就是刪除某一個使用者 讓他不具有samba的使用權限 所以用減X 好那減M的話跟機器有關 就是加入機器的代碼 來做 修改的動作 好那如果說你要針對某一個使用者 針對某一個使用者去 改他的samba的password 這邊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是用sudopassword 控格帳號的話 那是改他linux上面 的密碼 可是我們現在要改的並不是linux上的密碼 而是要改samba上面的密碼 所以呢他指定是samba smb 然後password 針對某個帳號 所以他只改到 使用samba時候的那一組密碼 OK 這邊 特別要注意一下 好 好所以呢來看一下實際操作 我們用sudo sudo 然後p pdb edit genl 看看目前有誰 就只有一位 好那我要加入其他人進來 我就是-a -a -u 帳號是誰 genny 然後這邊你就看到他需要輸入兩次密碼 這個密碼呢不是linux上的密碼 而是 使用samba時候的密碼 特別注意 好那你key完兩次之後他就列一堆資料 告訴你說這個人已經加入了 那其他的 使用者呢就一樣話乎乎再做一次 好那 在使用上的時候呢 一樣要考量到 Secureness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就下一個指令sudo set sebool 減 大P 這是大P 減大P呢 Samba底線enable 底線home 然後 directors 等於1 好設定完之後呢 就可以去 呃 等一下我們在實際練習的時候就不會被卡住 再來就是說我們 設定好之後就要啟動 用這個Samba的服務 所以 Stat SMB.Service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說做Name 這個 NetBIOS的解析的 就 MMB.Service 一樣把它啟動起來 如果說你希望開機 這兩個服務都啟動 記得加enable 再執行一次 enable 把這兩個服務呢寫到 這個開機程序裡面的這個啟動列表上 讓它開機可以去 啟動它 好那我們架設完之後我們來測試一下 用匿名的方式自我測 用smb Cline-L 回測 測自己 測本地主機 我到底可以看到什麼 好所以來看一下 我們下指令 我們就用 SMB.Cline 測L 然後呢 本機 127.0.0.1 這樣 好 然後這時候輸入密碼 就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那它就會列示出來 你這台主機 Wall Group是它 好這是你的Wall Group 然後呢在Project 有分享這個Project Samba Users Project 它有列示出來 所以你可以查到這樣的一個資訊 好那這代表說你的Samba有run起來 如果你出現 你沒有出現這個東西 代表你的Samba沒有正常運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用 搭配什麼 我們剛剛沒有用 用任何名字去測 我們就 這個匿名的方式去測 好那接下來我們搭配一個 這個帳號假設我們用 Kevin這個帳號來測的話 看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先看一下好 因為 範例的跟我現在的主機不 不見得是一致 SMB Cline 減大L 然後呢 127.0.0.1 減大U 然後Kevin 好這時候他就問你說Kevin的密碼是什麼 那你就打Samba上面 的密碼 打上來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差別是什麼 他多了一個Kevin的帳號 他所有 他對應到的這個分享的詞區 就這邊 各位看到 相對於前一個我們看截圖 匿名登錄的時候他沒有Kevin 因為是匿名登錄所以他只看到分享給其他人的部分可以看 但是 如果加入Kevin之後你看他可以多一個Kevin 這樣OK吧 所以這是兩者之間的差別 好 好那你在啟動 啟動Samba之後呢 自我做測試 那比如說我要把自己掛載起來 那你就用sudo mount-t tcfs 然後這是local host 你自己去掛載 好那掛載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好那他掛載的部分 我要變成Kevin 好那我現在變成Kevin對不對 然後我切到Kevin的家目錄底下 好我現在是在Kevin的家目錄底下 所以各位有看到我這Kevin裡面有 這三個目錄對不對 好這三個目錄 好那我就去看 我 我如果說 我現在LS MMT 底下 好那一樣的 這個目錄對不對 好 好那這樣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剛剛在mount的時候 我是把它掛載到mount底下 整個 這個資料夾呢 Kevin的資料夾整個 都掛載在這個底下 所以你 剛在看的時候可以看到你 這個Kevin底下的資料都在這邊 所以你如果這樣子自己測自己呢 127.0.1就會掛載到這邊 好 這是用這個自我測試的方式去掛載 用mount的方式把它掛載起來 好那安全的問題我們剛剛已經稍微提過了 上面的部分已經 講過我們就不再講 但是如果說你在使用上還是有一些問題 好那你就去檢查一下你分享的這個資料夾 好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是project這個資料夾 那他的這個安全本爐有沒有設定對 好如果不對的話 好那你要下這樣的指令 用sudo chcon 好然後減T 這是Samba 這邊有個底線要記得 Samba底線share底線T 然後針對你要分享的那個資料夾 斜線home 斜線project 設定他 然後設定完之後呢 他的安全本爐已經 定位好了 再去測試看看 掛載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大概是 請同學可以去注意一下 如果出現 這個掛載時鐘失敗啊 那你的防火牆要去設定完之後 包含你的secureliness設定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剛剛提到防火牆的部分 那各位呢用sudo Firewall command 然後針對public這個room 然後去增加一個服務 Service 等於Samba 然後把它設成這個 Permanent 讓他這個 寫到 規則庫裡面 寫到規則庫 讓他可以呢 有這個 規則呢可以寫進去 然後記得設定完要這個 Firewall command 然後reload 重新載入你的防火牆設定 好那如果說 因為這個 剛剛有提到嘛 你如果說沒有做良好的管控 有可能會被灌爆啊 或者是有人隨便取用啊 那如果說你想要鎖定 我這台主機分享出去的東西 我只允許拿一些主機來連 如果你要做這樣的設定 那你可以用這個 底下有個host allowed的部分 host allowed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允許拿一些 那你看127點 後面都沒有加東西 代表本機 只要是本機 回 回連的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是192.168.1點 後面沒有加東西 代表是192.168.1 的這個網段底下的主機 都可以來連 所以 一般來講我們就是同網 網段底下的可以來連 好那除了本網段之外 假設你有特定的IP 他可以來連 那你就用192.168 點那個IP的這個資訊 把它寫在這邊 那他就只有 這台主機 以及在你這個列表上面 Allow的部分 才可以去連他 我這樣安全性會比較高一點 好那在 這個 Linux裡面 Samba Client呢 去連線的時候 他使用的指令呢 是 smbclient-l 那你可以去查某一台主機上面的 這個使用者 好那如果說呢 你要用這個 把它掛載進來的話 就是 sudo mount-tcifs 剛剛已經有介紹過 那這個IP就是對方的IP 然後掛載點在哪裡 這樣子 把它掛載起來 那 連線方式 這邊底下有一個sample 各位可以看一下 mount-tcifs 然後呢 比如說192.168.1.154 然後呢 斜線棒的samba-o -o後面是optional參數啦 Username就是說你要用哪一個使用者的帳號去連 然後CodePage呢是你顯示的文字 如果說你的目錄是用中文字去打 那你又希望看得到中文字 那你可以去 設定他 他的CodePage是用 假設 你微軟的主機用的是 BigFind的話 那你又要去掛載他 那你勢必就是必須要去設定你的CodePage 等於CP950 意思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大無碼的部分 好那以上是Linux的 Linux裡面使用samba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測試範例 好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總共有三台主機 好這台主機呢 他的IP目前 我們剛剛講說第2張網卡對不對 他的區網是 192.168.1.1 1.1.98 好那這一台呢 看一下 這台主機的IP是 192.168.1.154 好那這一台呢 好那這一台的IP 是192.168.1.155 所以我有三台主機 而且每一個登錄的都 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台呢 我用的是 我的帳號登錄的 然後這個呢 登錄的是用James 好那 底下這一台呢 登錄的帳號叫Tiffany 好所以代表說我有三台主機 好這邊 有三台主機 好那 假設 假設我要去看 155上面 155上面 Tiffany 你有哪一些 這個 資源可以分享出來 所以我就用 假設我在這邊 我就是 SMB -L 然後針對IP 192.168.1.155 然後-u 對 user是誰 Tiffany OK那他會問你密碼 好那你就知道 Tiffany的密碼是什麼 比如說 好那輸入密碼之後呢 他就可以把這個Tiffany掛載進來對不對 好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分享這個Tiffany的這個字 加目錄 Tiffany的加目錄 然後呢他這邊有pccmproject OK 好那如果是154這一台他有分享什麼我們可以 同樣的用154 然後呢 減 假設我不寫 不寫user的話 這樣子 我就可以用匿名的去查 匿名查了的話 我可以 查到這個滑鋼 project 類似這樣子我就可以看到 好那如果你要去掛載他的話 你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mount裡面 在mount裡面我mkdr 好我建立一個這個目錄 因為這個目錄呢是屬於這個 超級使用者的 權限所以我們要sudo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剛剛建立的一個滑鋼的 啊這裡面空空的沒有什麼對不對 好那supost我在這個 154這一台 我現在在154這一台那我要看看我的 分享的裡面有一個叫做滑鋼 有沒有 拼法不太一樣 滑鋼 project 這樣的一個目錄對不對 好 好那我們先進到 我現在不是 不是這個群組裡面的人 我們要查群組裡面有哪一些人存在 我們可以用什麼 我們可以用sudo get get ent group 針對 好 好那在users群組裡面有jams跟rk還有titan 好那有只有這幾位好沒有沒有我ok 好那就是我現在切換成這個jams 好那切換成jams之後 然後 那我要切換到滑鋼的資料夾裡面去看對不對 好這裡面空空的什麼都沒有假設我在這邊 好 啊 好 cold cold-y 然後呢我把它輸出到 test.txt 然後cater一下 test 好是不是有資料在裡面了 好這是我們在 這個 154這一台我有分享一個資料夾 叫做這個滑鋼project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樣的檔案 OK 好那我如果要去掛載他 我要把它掛載到 這台的是98這一台 我把它掛載到98這一台上面的 mount裡面的這個目錄 我把它掛載起來 所以我們 來看一下剛剛的這個指令 再複習一下 這個指令呢叫mount-t對不對 來 好所以我們就sudo mount-tcfs 然後呢斜 兩個斜線 然後IP多少 192.168 1.154 好這台是154 這台是155 這個是98 針對這底底下的滑鋼 我要掛載到哪裡 到我的mount mnt 底下的 HWA 這樣子要掛載上去 好那 -option 你要用哪個參數 user 假設我們現在不要這樣子看能不能work 好 那root add 有東西嗎 沒有東西 有沒有掛的成功 沒有 好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使用者的帳號才可以去因為 還記得好我們在config檔裡面都有去設定他好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設定檔的部分 好然後呢我減O 然後呢username name 等於jams 這樣子 好 Enter 那這時候就要輸入jams在 這台上面 的密碼是什麼 No such director 好那我們要先看154的這一台主機上面有哪些 服務有分享出來 哪些 支援分享出來所以我們用 smbclin 剪帶的喔然後呢 寫兩個斜線 IP是19.168.1.154 然後減大U是使用者 Tiffany 不對 James 好那James的密碼 好 所以呢他分享出來的叫做華岡 這是他名字是HUA 這樣子 OK好 好那我們如果說要把他掛載到我們 要把他掛載到這個目錄 名字故意設定不一樣了好讓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 掛載是不是有成功 好所以呢我們要掛載的時候呢 就 就 打這個 Mount對不對 這邊是分享名字 好分享的名字 好所以 sudo mount-t cfs cfs 然後這是IP 然後這是分享的名字 好各位可以看到這是分享的名字 然後我是要掛載到我的mount底下的這個目錄 好這是我剛剛自己建的 -o是代表要哪一個user username是James OK 好這時候輸入 James的 Samba 密碼 好那key完之後呢 掛載成功了沒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切換到 是不是有看到檔案在這邊 也就是說我在154上面 154上面的這個test.txt 檔有在這邊 那你確定是那個內容嗎 你就cat test.txt 是不是就有內容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你的確是把 你的確是把154上面的東西掛載進來 好所以他現在只能圍讀 好那我們來比較這三台的這個Samba 裡面的設定 來看一下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台 好這是屬於 154的來看一下 屬於155的 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好我們 這邊分享的目錄 是 一個叫做project 這是project的部分 這是98所分享的 然後呢 然後呢在這個 154裡面 154裡面我分享的是這個滑缸 然後在155裡面我分享的是pccn 這樣子 所以我每一台都有分享 但是分享的目錄都不太一樣 好那 這邊呢 我們設定這個 這個bossable yes 那路徑在project home底下的project 那這個pace呢 在154裡面是home底下的這個 滑缸project 那如果在這個155這一台呢 他的 資料呢 是放在home底下的pccnproject 這是他分享出來的 而且他可以寫入的是要在他的群組裡面的 群組裡面的 OK 好 那這邊呢 這是三台的一個設定 而且呢 其實他的這個相關 設定的部分 global 基本上設定也 小的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三台的這個global的部分 這三台的global的部分 好各位發現 我group的名字都一樣 然後security也都一樣 是 這個user 好 好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server的string 這台說他是 Tiffany 那154的這一台的serverstring呢 寫的是James 好那 這個98這一台的是 Jack 然後呢 NetBIOS name呢 這是 Jack的Santos8 然後呢 在 這個154這一台的 NetBIOS名字是 JamesSantos8 好那在這個 155這一台的是 Tiffany Santos8 好所以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 來區別這三台主機 彼此之間的這個 關係 好所以呢 各位在練習的時候 各位在練習的時候 最主要是看看能不能mount成功 那如果要卸載的話 就是sudo unmount 好那unmount之後的 結果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 任務結束了 你要把那個 掛載把它移除掉 包括這個pccn 我們剛 之前的 練習 我們已經先把它掛載進來 他是對應到155這一台裡面 155裡面這邊有 Design Diagram 那一樣這邊有Design Diagram 好那我們切換到Design Diagram裡面 它有一個Test.txt 那15這邊 Test Diagram裡面 一樣有Test.txt 好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子就是其實我真的是 酒吧這台有掛載 155的資源進來 好那如果你說你在酒吧上面要把155的這個資源 卸載掉 卸載掉的作用呢 做法呢就是什麼 剛剛講的sudo amount umont 然後呢pccn 這樣子 好那我們再進pccn看看 空空的了所以它掛載就已經取消掉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確認你是不是先把有掛載成功 然後以及呢 這個資料呢是不是可以 讀取 好來確認 先把是不是有 成功的運轉 好以上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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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